71. 蘋果日報 燦紅登陸浙江損失25億元 2015年7月12日兩岸要問A16颱風燦紅已於昨日下午4時40分 在浙江省舟山市朱駕尖鎮登陸 當時中心附近最高風力達14級 約每小時160公里 為60年來7月登陸浙江的最強颱風 其後 燦紅逐漸減弱 廖章會向東北偏北移動 移入黃海向朝鮮半島靠近 浙江有超過71萬人受災 經濟損失近20億人民幣 約25億港元 受燦紅影響 浙江東部普遍地區陸得超過200毫米雨量 河流水毋暴漲 多處嚴重水浸 國省道多處塔坊 樹木截斷 海水渡灌 房屋倒塌 沿海超過106萬人緊急疏散 部分地區開閘洩洪 寧波市有餘30萬戶停電 當地超市食品一素而光 往返香港華東航班取消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 航擁高鐵停運 客輪停航 公路關閉 上海約600航班延誤或取消 機場塞滿滯留旅客 香港機管局表示 作有超過60班來往香港至華東航班取消 中央氣象台預料 今日黃海沿岸省份將繼續有暴雨 至於華北黃淮地區將開始出現高溫天氣 氣溫或達40攝氏度 新華網眾新社 旨 往往往 日的 航空 天氣溫 替熱 沿海 航空 天氣溫 浮地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